一拜 拜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前季中和 轟爐第三拜替自己充身量 也要替党內小基立委提名人 拉抬選情 政治本來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還有一點我們不管是執政 或者是選舉 我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走一趟轟爐地替參選中和的秋辰院拼選情 但柯文哲自己的選情也亮紅燈 尤其綠營猛打過去仇女爭議言論 館長工程舉牌女性 柯文哲再度劃清界限 走行跟我們一點都沒有關係 那個是館長跟黃國昌去號召 我們只是來賓 招起來的群眾 他只會講到最後說 我那個是柯文哲的招式場合 然後再說我這個男女比例差太多 他再進一步推論說 我這個應該是柯文哲仇女的那個形象 所以大家都不肯來 我現在想說天啊 這實在是太會造謠了 當地安排你不能說警察在山下給我們民眾這樣擋住 不讓我們上來 參拜行程讓當地民眾不滿沾惹政治味 這似乎也讓民眾黨很傷腦筋 因為柯文哲還得面對選票問題 最新民調顯示比起上個月支持度跌破三成 流失的支持者又以30歲到39歲的女性掉最多 減少百分之11.46% 但即便如此 柯文哲還是火力很猛炮打民進黨 這不對吧 這為什麼走進白宮是台灣總統 好像最重要的任務 台灣是要面向全世界 台灣是要得到能夠環節內部 然後可以迎向外線 大批賴清德的走入白宮說 柯文哲不讓藍綠牽著鼻子走 要在夾沙下闖出一條深路 歡迎宣傳周成魂 宋芷妮 新北藏导